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芷蓉念柔 今天是我进行369 9天排毒日的最后一天 有一点点的兴奋 因为今天全部都是议题 那么在今天的分享里面 就会跟大家说 到底有哪些的食物 会在这个排毒法的这个 最后一天帮助我们的身体 大量的排毒 所以如果你对于排毒 有任何的想法 或任何想要更进一步了解的 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 然后记得也订阅我的频道哦 好了我们现在就开始 今天的第一杯饮料 就是500cc的柠檬水 其实是莱姆水 所以它的颜色 就是有一点点比较绿一点 今天这个第九天非常的重要 是因为今天全部都是议题 全部都是议题 那么早上我已经喝过了一杯 的这个500cc的柠檬水 然后现在这个就是 500cc的西洋芹汁 那么今天第九天 就是我们的身体 经过了这个前几天的 这个一些的准备之后呢 今天会透过这个 大量的这个水分的补充 然后帮助我们把身体的 很多的毒素 都再次的进一步的 大量的清理掉 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的身体就是会 自然的这个修复肾上线 修复我们的肝脏 还有我们的大脑 因为透过这个 透过这个喝大量的这个水分呢 我们就可以补充到很多的 这个一样素腊矿物质啦等等 好了我们就从今天的这个西洋 请去开始 好现在要来准备的果析 就是西瓜加上芦荟 然后等一下把这两样的食材 都准备好之后就把它放到果汁机里面 去打成果析 这样就可以了 那就是今天的第三杯饮料 西瓜加上芦荟 真的一整个的非常的满足 嗨我回来咯 现在要准备的是 有一颗芒果 然后三个柳橙 再加上一小块的姜 那一样因为今天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水分 所以原则上今天如果是做果析的话 我就完全都不加水 然后就是挑这个水分比较多的水果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芒果的果析的水分 就是主要就是从这个柳橙 好 这一杯这个芒果的果心 要打起来超大一杯的 这么大杯 喝喝看 虽然有加姜 但是我觉得姜的习惯 姜的味道也许我还蛮习惯的 那如果觉得想要再甜一点点的 也许可以试着加加看 把香蕉也加进去也是OK的 好 那这杯果析还蛮大杯的 所以大概我也差不多吃饱了 现在是中午时间 所以这个果析就是今天的午餐咯 今天准备的是一把芦笋 所以现在就要来榨芦笋咯 好 这个绿色炸出来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个芦笋我没有炸很多 因为等一下还要再喝别的饮料 所以大概就是只有半杯 250cc而已 来喝一下 因为我自己还蛮习惯芦笋的味道 所以是OK的 那如果你不习惯喝芦笋 也许你可以在炸芦笋的时候就再加苹果 或者是加蜂蜜都可以 哇 这个颜色真的非常的漂亮 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哪一些的食餐 你觉得很好奇 很新鲜或者想要尝试看看的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第二杯饮料就是我昨天有喝过的这个苹果西达饮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喝 所以现在要去榨这个苹果西达全天然的 我觉得应该可以叫它是苹果苹达饮 我倒觉得它喝起来有点像苹果西达 对 好像汽水的感觉 哇 今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这个369第9天的这个排毒日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果汁果西要准备 呃 现在就是晚餐前的最后一杯饮料 就是一样是西洋芹汁 喝完西洋芹汁啊 其实我也觉得不太饿 然后在刚刚的这个苹果苹达饮呢 也还有一些 所以也许等一下饿的时候 就把这个苹果苹达饮拿来喝 应该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睡前一样是一杯柠檬水 还有这个柠檬香蜂草茶 就结束了今天的第9天的排毒仪式 好 这是今天晚上睡前的最后一杯饮料了 柠檬香蜂草茶 那么今天我们喝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不同种的饮料 有没有哪一种你觉得看起来很好喝 很想尝试看看 或者你觉得有一些 你觉得看起来 你绝对不会想要尝试的 也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哦 好了 我们今天就结束了今天的这个排毒的饮食 那么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